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600塊 長4公分、寬3公分、高2公分的幾乎 要拼成一個最大的正立方體 那拼成正立方體後還剩幾塊 我們先來看 他拼成那個最小的正立方體 那個正立方體的話,邊長多少 我們看他的最小公倍數 最小公倍數的話 4、3、2 這個最小公倍數就是他最小正立方體 他的邊長 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4、3、2 可以抽個2來 2的4、3、2的2 6、2、12 所以他的最小正立方體 他是那個 12 那12的話呢 這個就是3 這個什麼呢? 這個他的邊長 現在他要最大正立方體 所以最大正立方體的話 他的什麼呢? 如果最小正立方體的話 這裡就會有3塊 因為3、4、12 這裡的話會有幾塊呢? 3、4、12 這裡會有4塊 然後這個高的話 這個會有幾塊呢? 2 會有6塊 6塊 這是最小正立方體嘛 但是他要求那個最大正立方體 所以這裡的話 這裡的話會有什麼呢? 3塊的K幣 3K 這是多少? 這是4K 這是4K 這是6K 所以總共會有幾塊呢? 會有3K 4K 那乘以4K 乘以6K 這麼多塊 他要小於 等於600 小於等於600 那這樣的話呢? K的三次方 要小於等於多少呢? 24乘以3 那這600 600好像可以被24整出 600 除以24 25了 所以這3分之25 那3分之25的話 這個等於多少? 3、6 3、8、24 又3分之1啊 那2的三次方 剛好是8 所以這K的話 就等於2 K等於2 那K等於2的話 那這樣的話呢? 總共會有幾塊? 這是N 這是N N的話總共會有幾塊? 這個3 3、4、6 這個乘起來是多少呢? 剛剛講說24乘以3 24乘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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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4乘以3 那乘以K的三次方 K的三次方 現在是8 2的三次方是8 8 所以N的話呢 是這麼多 然後它 就是你組成一個最大的正地方題 需要這麼多塊 但是它總共有600塊啊 所以還會剩下幾塊? 剩下600 剩下600 剩下多少? 24乘以3 乘以8 所以這樣多少? 600 剩下24 乘以3 乘以8 等於24塊 還會剩下24塊 所以呢 一體 那這個 這體大家應該要選'A 剩下24塊 剩下24塊 1 использ 5 4 1